我已经成功祭拜了蓝色房间盃的守护者 大金刚 但我也牺牲了六只宠物 现在我正前往六色房间盃 好了 战斗即将开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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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的天气很古怪 打败玉母之后 整个孤岛就已经铺满了白花花的血 虽然是铺满了血 但我感觉不到意思的含义 反而还很热 而且我连衣服都没有穿 好了 不说了 马上就到红色房间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